大馬女神林明禎 身穿吊帶花花短裙 現身一個商場活動 吸引過百粉絲歡呼燦場 適逢6月1日 是明禎32歲生日 大會和粉絲 即場送上生日蛋糕給她 哄得明禎勁 她很有心 因為她們知道我生日要到了 所以她們就有送蛋糕給我吃 還有我很喜歡的蛋糕 你會怎樣慶祝在香港 今天我排除工作 所以我明天是休息的 可以在家裡好好休息 今年的生日願望是甚麼 我都希望有健康 因為我身邊很多人都有身邊 因為COVID也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定要開心 人知甜美的明禎 在香港存了不少粉絲 她們粉絲最想就是偶像 可以搬來香港住 不知道明禎有沒有這個計劃 如果有工作的話 就流淚一點 有沒有計劃真的長居香港的 我也希望 但是香港也很貴 所以如果有工作 先流淚一點 很多粉絲都說你的廣東話進步了很多 我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要練習多多一點 因為廣東話真的很難 我沒有語言天分 所以我努力 通常會怎樣學廣東話 就要看很多廣東電影 哦 是的 香港電影 還有我都跟我的同事說 你們跟我講廣東話 那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香港電影呢 最深刻的 因為剛才說會看電影 我很喜歡看廣東電影 所以很小的時候 就要看 就有 就要看 香港的廣東電影 好像開心鬼那時候我都有看 啊 那你覺得香港的男生怎樣呢 很好愛 都很好愛 然後還有熱情 熱情 會不會是你們的理想類型呢 呃 我覺得 如果有共同的 很多的興趣 還有 共同的話題 我覺得有時候感覺對了 就是喜歡 深受廣告相歡迎的明晶 最近接了幾個廣告拍 豬籠入水的他 自爆努力賺錢賣樓啊 有豬籠的目標 越來越困難 是啊 所以我都覺得自己好幸運 我的媽咪和我的姐姐 已經 呃 計劃那個trip 是啊 希望跟 今年 今年 可以跟他們見面 一起旅行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哇 不可思議 覺得有沒有想過有這樣的機會 就真的很多可能可以在台上跟香港合唱 所以非常珍惜這一次機會 嗯 想不想做歌星啊 我 學感 都學感的 希望 今年可以出自己的作品 是 對 會不會想問 究竟 憲憲 是 什麼樣子 不敢 因為他太忙了 我不敢打擾他 對 麻煩他太多 謝謝